女人要在马桶里生怪物 只见她慢慢插开自己白皙的大腿 一脸惊恐的表情后 突然一条800米的虫子 就从女人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下一秒 她还咔巴就张开了鹰头小嘴 猛的碰向了女人 为了生存 她必须吃掉女人 使这女人的生命力更加的顽强 她不仅死死的抓住了虫子 还用尽浑身力气 把虫子拉了出来 我的妈呀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就是女人自作自受 原本女人是个超级漂亮的模特 她拍的杂志更是风靡了整个时尚界 但为了成为世界顶级超模 女人面试了全球最大的模特公司 结果却遭到了考官的拒绝 因为嫌弃她太胖 为了梦想 女人走进了一家减肥中心 一阵就价值上亿 但女人毫不犹豫 很快女人就报售 并成功的和上市公司签约 无数的闪光灯让女人沉迷 站在了世界的制高点 就再也不可能平庸 很快女人就因为体力不支 晕倒在了地上 原来女人居然对真剂过敏 如果再打下去 她的心脏就会爆炸 没办法 她只能接受更危险的减肥方法 那就是吞支线虫在肚子里 女人伸手一摸 我的妈呀 她居然是活的 为了出名 女人还是硬着头皮 张开了小嘴 把线虫放进了嘴里 一口就吞进了肚子 回到家后 女人就开始发生了不对 她对食物越来越饥渴 过期的牛奶 哐哐就往肚子里咽 最后女人更是暴饮暴食 她吃的越多 自己就会越瘦 很快急功近力的她 她就遭到了反噬 不仅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就连身体也开始越来越虚弱 最后居然狂吐不止 女人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于是又找到了医生 在她的恳求下 医生给了女人一瓶打胎药 女人在喝下她的五分钟后 就感觉肚子一阵剧痛 下一秒 她就在自己家的马桶里 生下了个诡异的虫子 那大嘴就有八本命长 还想要吞掉女人 女人拼死抵抗 又是用尽浑身的力气 将虫子拽出了体内 可此时 她已经失去了所有力气 下一秒 这个男人的眼睛 钻出了一只6.66米长的绿豆瓶 最后鼻子里也钻出了一只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 她的嘴里钻出了无数的绿豆瓶 就在刚刚 男人正在掏耳朵 结果却掏出了个八米的绿豆瓶 我的妈呀 男人被吓懵了 赶紧把她丢进卫生间里冲掉 本以为是幻觉 结果刚洗了个脸 肩膀上又出现了三只绿豆瓶 完了 这是被绿豆瓶给盯上了 男人怒了 抬起48号搭脚 就疯狂的踩死了他们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绿豆瓶有多变态 因为男人总感觉有东西 在自己的耳朵里跳舞 刚想要抠 结果又一只绿豆瓶 钻了出来 我的妈呀 这才毛有容的 真的把男人给吓的 大姨妈都不敢来了 男人越是疯狂的拍耳朵 耳朵里就越痛 吓一秒 无数的绿豆瓶 从她的耳朵里钻了出来 痛得男人嗷嗷直叫 男人拿起一块妈布 就开始狂扇 直到七七48小时后 绿豆瓶的尸体 掉的满地都是 男人真真精精的 把他们收集在一起 倒进马桶里 赶紧送他们下地狱 男人刚想松一口气 又一只绿豆瓶 飞到了他的身上 而且不止一只 是无数只 男人打开衣服扣子 又小心翼翼的 把九块九包油的衬衫脱掉 生怕惊动了这些绿豆瓶 随后丢进蜜蜂的浴室里 赶紧关上大门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一举动 却惊动了耳朵里的疯王 他要对男人发起疯狂的进攻 最后男人不仅眼睛里 钻出了可怕的绿豆瓶 却在鼻子里也钻出了一只 下一秒 嘴巴吐出了无数的绿豆瓶 男人疯狂的拍打他们 却不小心撞到了马桶上 真是太惨了 这个女孩的裙子 被闺蜜故意夹到了车上 下一秒 裙子直接就被出租车带走了 闺蜜赶紧拿一件T恤给她换上 又趁机往女孩的简历里 塞了些神秘的东西 原来今天 他们要一起面试一份 年薪百万的工作 为了表现出对女孩假意的关心 闺蜜叫女孩第一个面试 可猪华看到女孩后 却特别的不满意 因为穿休闲装来面试 就代表着对这份工作并不认真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女孩的简历里 还夹着她的比基尼照片 这下猪华彻底怒了 把女孩赶出了办公室 想留在这里 就只能做些清理垃圾的工作 而闺蜜则通过自己的巧舌如簧 轻轻松松的 获得了这份年薪百万的工作 可她却对工作内容一窍不通 每天不是在化妆 就是在化妆的路上 更无耻的是 她还叫闺蜜帮她完成自己的工作 傻了吧唧的女孩 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所有内容 幸好这一切被一位老人发现 她立马就把这份完成的稿件 拿给了主管看 还叫闺蜜解释一下内容 而闺蜜却回答得 屡存不对妈嘴 这可把主管气坏了 当即开除了她 女孩也终于了解了一切 但她并没有恨闺蜜 甚至还想要帮助她 可闺蜜却根本不领情 下一秒 这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八百斤的小胖子 被服务员按进神秘液体里 下一秒 就变成了90斤的性感美女 这前途后翘的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人想赶紧回家 好给丈夫一个惊喜 结果却迎来了惊吓 男人根本没有认出她 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为了测试丈夫的中心 女人给男人打了一通电话 结果男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可她明明就正在和自己 用手机聊天 所谓的没时间 只是和妻子没时间而已 女人怒了 决定惩罚这个渣男 原来女人和丈夫 已经结婚七年了 而七年之痒也是越发的痒 无论女人做什么 在丈夫眼里都是错 直到这天 女人发现丈夫的衣服里 居然有一张会所的卡片 女人彻底崩溃 为了挽回丈夫 她决定去整容 于是她找到了一家高级的整容医院 据说这里有一款神秘的整容液 只要在里面浸泡 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立马就会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女人想都没想就跳了进去 在经过服务员的一顿揉搓后 女人真的变成了性感辣妹 本来还想给丈夫回心转意的机会 结果丈夫却根本不认识她 还想约她去家里吃饭 丈夫热情的邀请女人 还要为女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看着自己无比熟悉的房子 女人却惊讶的发现 丈夫为了制造单身的假象 居然把自己的东西全给扔了 但女人并没有发火 而是淡定的看丈夫把戏演完 你今天应该方便了 随后丈夫又开始为女人 小心翼翼的加菜 回想起丈夫也曾经对自己这么热情 女人不仅流下了眼泪 随后丈夫就倒了下去 而那个想要报复渣男的女人 也决定放过自己 离开这个曾经美好的家 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三个仙女正在晒太阳 结果却有人说肚子痛 于是她抬起屁股打开拉链 居然从里面掏出了一根六斤中的黑棍子 也就是她的爸爸 原来在未来世界 人类都不需要拉爸爸 只需要进行简单改造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排泄 一种无色无味的黑色铁棍 但就这么把小铁棍拿在手里 我怎么看着都还觉得恶心 你们觉得呢 阿珍就是不想改造的一类人 可她和男朋友约会 刚探讨完今天吃什么 男友就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刺痛 结果就不二下 掏出了个铁棍子 我的妈呀 阿珍高小兔 结果男友又掏出了一根 还全部放到了餐桌上 原来就在几天前 男友也做了这项手术 导致阿珍连饭都没吃 就跑回了家里 到了晚上男友突然借着酒精壮胆 想要和阿珍求婚 结果他一边深情表白 一边却把手伸进了裤兜里 你是不是以为他要掏戒指 下一秒 他就掏出了一根铁棍子 也就是他的爸爸 此时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个大嘴巴子 阿珍被气得肚子剧痛 刚想要去卫生间 却发现这里已经被男人改成了艺术实验室 没办法 阿珍只能去外面找公厕 结果公厕也被全面禁用 阿珍疯了 眼看再不改造 自己不仅结不了婚 就连排泄都成了问题 他也只能妥协 隔天他就去做了手术 而且很顺利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阿珍就掏出了根铁棍子 没过多久 他就幸福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万万没想到 今婚之夜 两个人高想甜蜜一下 男友突然就站了起来 你猜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真的有正向技术 你愿意做吗 愿意的扣一 不愿意的扣二 快看 那湖里好像有东西 大壮投了食物 竟瞬间就被一条尾巴卷走 岸上的人们都激动坏了 纷纷下饺子一样丢垃圾 没一会儿 那东西就突然不见了 下一秒 一只怪物就狂奔过来 众人四处逃窜 那怪物足有几头大象那么大 一尾巴就能把人击飞十万八千里 怪物直奔草地而去 人们纷纷躲进集装箱 没想到 那怪物直接破门而入 那惨叫声犹如身在地狱 人们纷纷伸手求救 大壮和黄毛也冲了上去 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涌了出来 凶猛的怪物也跟着追了出来 他并没有吃饱 眼看他叼着人不放 黄毛搬起一块砖就砸了过去 但根本没什么软用 大壮抓起指示牌 要再救一次人 黄毛也跟了上来 竟砸到了怪物的尾巴 怪物被激怒 大壮拉着女儿就赶紧跑 可不小心划了一跤 他又起身抓起一只手就跑 可没想到 怪物已经用尾巴卷着女儿 跳进了水里 眼看女儿就在对面 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个父亲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 把有毒的化学制剂 投进了汗浆导致的 直到悲剧的发生 人类才开始试图用消毒来挽救 心如死灰的大壮 在隔离时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原来女儿在尸体上翻到了手机 他疯了似的喊警察帮帮自己 但警察怎么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 无奈 一家人决定制造混乱 趁机逃跑 他们坚决要带女孩回家 女孩被困在下水道里三天了 每天靠雨水去命 而每次怪物觅食回来 他就用装死来蒙骗怪物 这次怪物带回了一个小男孩 幸运的是小男孩还活着 听到声音的怪物突然又反了回来 女孩死死的捂住小男孩的嘴巴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怪物盯了半天 也没看见异常就走了 小女孩带着男孩 每天躲在管道里 可小女孩不想坐以待毙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把尸体上的衣服都扒了下来 死死的细在一起 做成了一根绳 然后一头绑在枪上 再丢到上面的栅栏上 这样就有可能爬上去 但他们做的绳子 离他们的身高就差那么一点点 女孩还要继续想办法 而另一面逃离控制的一家 直接在汉江遇见了怪物 父亲拿出枪想给怪物致命一击 没成想反倒激怒了怪物 怪物直接扑了过来 房子直接被掀翻 眼看怪物就要扑进来 父亲又是一枪直接击中要害 怪物直接翻倒在地 几个人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可怪物起身要跑 几个人想要追去怪物老巢 可怪物却从背后偷袭 父亲直接没了子弹 怪物直接用尾巴将父亲摔倒在地 一个翻身扎进了湖里 眼看亲人一个又一个被害 自己却无能为力 大壮彻底崩溃 被赶过来的警察又一次抓了回去 怪物回到巢穴 开始吐出大批的骸骨 然后又把一个人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女孩知道怪物一定是饿了 他们必须要尽快想办法逃出去 小女孩被困在下水道里三天了 而她面对的还是个吃人的怪物 她要逃出去 于是趁着怪物熟睡 她试探性的扔了个酒瓶 怪物纹丝没动 于是她告诉旁边的小男孩 千万别动 当她出去再带人回来救她 然后拼命的就跑了过去 借助怪物的身体纵身一跃 抓住了那根绳子 她努力的向上爬 而就在女孩马上要成功时 却被怪物发现了 怪物还没醒 只是将女孩慢慢的放了下来 而女孩赶紧示意男孩躲起来 可男孩早已被吓到瘫痪 女孩迅速跑了过去 抱住小男孩 可怪物直接就扑了过来 妇女怜心的大壮 感应到了女儿的危险 胁迫护士又一次逃了出来 并找到了怪兽的巢穴 却看见怪兽嘴里 叼着女孩的胳膊 正冲向汉疆 他拼命的追着怪兽 而汉疆已经设置好诱饵 他们要使用生化武器 那生化武器 可以使方圆几十公里寸草不生 等到怪物上岸 大量毒气洒在了怪物身上 大壮不顾一切的冲了进去 眼看怪物已经没有力气 大壮赶紧掰开他的嘴 从里面拽出了女孩 女孩已经没有了呼吸 但他还是死死的抱着小男孩 父亲紧紧的抱住了他 丧子之痛 死仇必报 眼看怪物起身要逃 暴怒的父亲砸碎了指示盘 就猛刺了过去 一下又一下 又直接被怪物打晕 女孩的叔叔及时出现 一次次将汽油瓶砸向他 而一个流浪汉 也将汽油撒在了怪物身上 姑姑趁机射出了致命一箭 被大火燃烧的怪物 还想要跳江逃跑 大壮又一次出现 又铁棍再次狠狠地刺穿了怪物 可恶的怪物终于结束了他的罪恶 他们最终为女孩报了仇 可女孩却再也回不来了 最后大壮领养了小男孩 因为那是女儿的重托